好的主播 周四美国总统拜登来到我身后位于宾州费城的一所公会之中 宣布他对2024财年的年度预算计划 他表示他的计划将会让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未来十年内减少三万亿美元 而拜登所提出的要减少财政赤字的方法 则是要对美国的富人提高征税 他表示要对年收入超过40万的美国人提高征税 以称是联邦的医疗保健基金 同时要对亿万富翁特别征收25%的税 然而拜登的提案被通过或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美国的众议院目前是由美国共和党人所控制 而共和党人反对提高征税 新唐人政治台记者陶文明 宾州费城报道